好 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們今天要解的題目是 測量血壓的時候 手臂上測量點的高度 應該要與心臟同高 這樣測量起來的話 我們的測量的這個 一個壓力的值才會測得很 是一個正確的 因為我們以前學過說 在同一個水平面上面的壓力 應該是一樣的 只是在手裡面的話 我們是血液的液體 在這個 血壓劑的部分的話 它是用水銀的液體來做 換算 成壓力 然後讓我們參考 那我們繼續看題目 已知道血液的密度約為每一粒方公分一克 那水銀的密度約為每一粒方公分13.6克 如果今天將手臂上舉 使得測量點上升了41公分 那在不考慮血液的流動以及 心臟調節的功能的情況下 那測得血壓的變化量約為多少 公里的水銀柱 那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情況是這樣 假設我們是在同一個水平面上面去測 一個 血壓 那這個 A的點是我們手臂的部分 B的點是我們的 氣壓劑 我們測血壓的機器 那我們現在同一個水平面上測的話 應該是可以得到一個 良好的 良好的一個 血壓的換算 A等於B 只是這個地方是血液 那我們這個地方其實是我們的壓力劑 好 那今天如果說我們的這個 血的部分呢 如果上升 如果上升了41公分 上升了41公分 手抬起來 這個地方我們上升了41公分 好 那我們這個地方 B的話 應該要 怎麼變化 是上升了 或者是下降 是上升了 或者是下降了 那我們在講題目之前我們來看一下一個相關的概念 然後 好老師貼上來是一個閉口式的一個壓力劑 那這個氣壓劑我們之前就有學過了 假設我因為我們這個是真空的上面這邊是已經封起來了所以叫閉口式的 那左邊是一個氣體的部分 你就可以假想這個高度如果是我們的手 這個H的高度如果是我們的手 好然後上升 上升然後因為我們裡面的水的這個量 好這個量 是固定的值 換句話說如果我們這個地方上升的話 這邊的量就會怎麼樣呢 就可以繼續往下帶 他就會往下帶 好 也等於說上升上來之後我們測的 我們所測的的壓力本來就會高一點 好就會高一點 好 所以一樣 如果手比較 手如果升高的話 測的壓力就沒有跟心臟通高 可能會偏高 好那重點是 重點是因為我們手上升的情況下 那這個水銀這個地方量是固定的 如果上升的話代表說這邊會增加一些量 那我們這邊不就要怎麼樣 就要減少這些量 對不對 好 所以換句話說 我們要知道的是 我們一定會朝什麼方向去 一定會朝下降的方向 好 就是這個的方向 好 好 那像這樣多少呢 我們就要來考慮 會下降多少 那我們就一之前有學過 我們的壓力的部分 我們的壓力部分 P 是不是就等於 在液體的部分 等於它的高度 乘降它的密度 對不對 好那我們之前在換算的這個 從脫離切離的時間 從 拱住高 換算成水高的時候也告訴我們 等於說 壓力要 兩個地方要相等的時候才可以做轉換 好那今天來了 因為我們的壓力 應該是會相等去做轉換 所以如果 如果我們 把手上升的這個 41公分 代表我們的 壓力 應該會上升 41公分 然後 它的密度是 1 對不對 好 好那問題來了 OK 那我們要下降多少呢 下降多少 OK 那等於說我們會等於 這個 壓力下降的量 應該會是不曉得 下降幾公分高 好吧 然後乘上13.6 好所以我們就可以得到答 H 就會等於什麼 就會等於41 除以13.6 好 那因為這個單位出來的話是一個 呃 公分 但是我們要是什麼 公里 所以一公分等於幾公里 10公里 所以不要忘記在乘10 好這樣 換算出來的話大約應該會是30mm 好這個30mm 好因此我們的答案就要選 珠 OK 好 那 沒有問題的話我直接把詳解貼上來看一下 好 然後詳解的部分也是顯示的是這個樣子 好 OK 所以我們答案就選珠 就講到這邊 拜拜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